但是个人认为当中有个很大的亮点 也就是说虽然收入下降了 自然也代表盈利下降了 但是 却可以维持在大约 盈利率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 其实上次视频 与大家分享了半导体整个产业链 我想在这个视频跟大家细聊 OSAT这个产业链 毕竟马来西亚与半导体相关的公司 就是在这个产业链区多了 然后为什么需要与大家细聊OSAT呢 因为每一家OSAT所做的东西 都有稍微的不同 有些是做的与汽车相关 有些是与通讯相关等等 都在不同的领域 所以知道每一家公司的特性 就自然而然对于我们掌握哪一家公司 更值得我们的关注 更值得我们的投资 就至关重要 嗨 我是乐雪 欢迎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一些投资的资讯 投资间也有我与各行各业老板访谈的影片 如果想要知道这些老板的辛酸史和辛辣的故事 就一定要关注我 而这些访谈视频也将会在 Spotify 和 Apple Music 上播出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也一定要点赞 分享和订阅哦 那么OSAT全称为 Outsource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ing 中文又称之为半导体封装与测试 从名字上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OSAT可以分为主要两个步骤 分别也就是 Assembly 和 Testing 测试 那么简单来讲 当 Foundrys 晶圆工厂 制造好晶圆后 他们就会发给封装工厂来进行切割 电路引脚连线和封装 之后才会交给测试工厂来进行测试 2024年的OSAT市场预计在大约43.36B美金 而2029预计将会来到大约71B美金左右 那么它的年负增长率KGOL就来到大约8.62% 可见这是一个持续增长领域 间接也反映出了整体半导体的发展趋势 根据2020年的数据 我们是可以看到目前OSAT市场是被主要三个国家所把控 分别是台湾中国和美国 单单是台湾就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市场 而马来西亚在2020年也只不过占了全球大约4%的市场 但是当我看近期的报导是说明了马来西亚 已经占据OSAT市场的大约13% 可见那个成长是非常的快 那么全球Top10顶尖的这个OSAT公司并不在马来西亚 但是值得一起是Top20是有三间公司在马来西亚 分别是INARI、KASAM和UNISAM 但我们讲到OSAT公司讲真的 这是个很笼统的概括 但是并不能说一样 因为封装和测试这两个技术就已经不一样了 而如果你讲哪一个过程比较赚钱 自然而然就是封装 因为技术含量比测试高出了很多 至于细分有很多种方法来细分OSAT这个领域 可以从技术等等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视频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以终端应用领域来分类 分别是通讯、电子产品、汽车、工业用途等 那么根据KPMG2024年的这个半导体研究报告 是指出了目前对半导体最重要的领域 也就是汽车 其次也就是AI 那么目前一辆汽车是大约需要1000到3500个半导体 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能提供一个更高性能 更安全的汽车 因为目前的汽车有非常多的感应器 自动驾驶化系统的普及化 还有电动车的销量在倍增等种种因素 都是引领着汽车相关半导体的高需求 而目前主要在研发与开发汽车相关的半导体公司有 Texus Instruments、Intel和Infineon等等的公司 而这些公司都是在马来西亚有设置工厂的 至于AI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随着AI已经被普遍认定是这个时代将会引领新风潮的技术 它们自然是需要有更高性能计算 我们所谓的这个High Performing Computing的半导体 自然也就会提高这类型的半导体需求 间接推动了整体半导体领域 那从一个技术上而言 目前马来西亚Orsat公司主要还是受位于汽车领域的高需求 AI对于马来西亚Orsat公司的影响 有待观察 那么 明白了这个Orsat整体的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来聊聊马来西亚的四家本土Orsat公司 带大家了解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哪一家更值得我们投资 那么如果你想要注册一个马股投资账户 我这边会想要跟大家推荐 可以与MplusSympad Ambar加加开户 除了可以享有最低0.05%的交易费用 我个人认为服务也是很重要的 MplusSympad Ambar加加每日会提供重点财经新闻与资讯 而我个人也是用了它们服务长达4年 非常的满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来了解更多哦 第一家也就是市值第一名的Inari Amatron 股票代码为Inari 0166 目前市值在大约110亿令吉 Inari 可以说是提供了一条龙服务的Orsay公司 从封装到测试它们都有提供服务 主要客户群也就是与通讯相关的公司 因为公司主要的这个技术包括了手机需要的 无线电频率半导体 光线收发器半导体 光电子穴半导体等等 而如果看一下数据 我们是可以看到Inari主要一个客户就占了91%的收入 而这个主要客户也就是Broadcom 在下个影片也说到了Inari所生产的半导体 主要是提供给Broadcom 而这些Broadcom半导体就会提供给Apple来制造iPhone 而由于91%的收入都是从Broadcom所提供 所以就可以说Inari和iPhone的销量是息息相关 如果看这个图我们是可以看到iPhone的销量走势图 是以Inari的收入成正比 那么就来到一个问题了 因为如果我们看近期的报告 不管是Apple的iPhone销量 我们都看到了出现了疲卵 那么是否这是一个警讯呢 但是反之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 如果你认定Apple的销量会提高会反弹 那么Inari就是一个你不可以忽略的半导体公司 那么Inari目前的盈利率是在大约20% 比率是在40%左右 第二家与大家分享的公司也就是 Malaysian Pacific Industry Berhad NPI 股票代码为NPI3867 市值目前在大约65亿令吉 这家公司是Hongyang波士家族的关联公司之一 那么NPI旗下是有两家公司 分别是Karsam和Dynacraft 但是由于Dynacraft是一个不盈利的公司 NPI在2024年1月停止了该公司的运作 所以目前的主力军也就是Karsam 也就是全球Top20OSAC的其中一家公司 那么Karsam的产品主要是提供给汽车 通讯 数据中心 互联网IoT 到智能设备 电脑与笔电等产品 也就可以看到NPI就没有像Inari的客户那么集中 客户的整体分布是相对的均匀 当然值得一提也就是公司目前大约43%的销量 都是与汽车相关 而回看2018年这个汽车领域也只不过贡献了29% 也间接看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汽车将会是引领半导体未来的一个重要领域 而同时间NPI是有意持续巩固他们在汽车领域的市场 目前在中国是建造了一个新的工厂 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电动车的主要生产国 在中国建设一个新厂有着重要的战略定位 而这个新厂预计将在2025年完工 但是如果看一下NPI的收入和盈利表现 我们是可以看到不管是收入还是盈利都出现了下跌的现象 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电子产品的销量出现了疲乱 间接导致了半导体市场疲乱 但是值得一提也就是NPI整体盈利在过去的四个季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进步 不管是收入或者是盈利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但是是还没有回到财政年2022的高点 目前最新的季度盈利率是在大约6% 而PE是在168倍 但是如果撇除2023第三季度的一次性亏损 以最新季度的成绩来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PE是在50左右 但是值得一提也就是 如果公司能够回到2022财政年的盈利 目前的PE也只不过是在20倍左右 所以是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那第三家与大家分享的公司也就是UNISAM 股票代码为UNISAM5005 目前是只是在大约60亿令吉 那么UNISAM和MPI的相似支出也就是整体业务广泛 主要是有五个领域 分别是通讯 消费者 电脑 工业 和汽车 那么消费者半导体占了大约32%的收入 至于封装和测试的收入比例分别是85%和15% 那么如果看向UNISAM的整体收入盈利构造 是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也就是2022财政年是UNISAM整体盈利收入最好的一年 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整体ASP 销售单价高 此之间也由于大约60%的收入都是在美国地区产生 所以美元对马币的汇率大大提高了公司整体的收入和盈利 但是来到了2023年 我们是可以看到不管是收入还是盈利都出现了下跌 收入下跌了大约400个亿令吉 至于云利率从21.6%跌到了大约5.6% 那么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资讯呢 也就是UNISAM整体的护城盒不高 非常依赖整体半导体市场的需求 同时间公司的毛利率2023与2022相比之下也跌了超过一半 说明了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是有可能需要调低价格来出售 当然你也可以解释是因为原材的价格上升 但是以公司的毛利率来看 提高的成本并不能转移给顾客 所以不正合整体来说还是相对的低 那么公司目前的PE是在大约75左右 而第四家跟大家分享的公司也就是 Globetronic股票代码为Gtronic7022 市值目前是在大约9.51令吉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小的公司 当然也不小了 那么Gtronic主要的产品类别也就是 Sensor、LED、Laser和Opto Electronics LED、Laser和Opto Electronics这个类别 也是占了大约40%的收入 至于Sensor是在大约60% 如果看下整体公司的收入表现 不能看到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但是个人认为当中有个很大的亮点 也是说虽然收入下降了 自然而然也代表盈利下降了 但是Gtronic却可以维持在大约20%的盈利率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 这也简洁说明了公司服务的对象是特定的领域 所提供的产品服务也不是一个太小打价格战的产品 说明了这就是公司的互承核 当然我们这边也要讲明了 大约70%的收入是由两个主要顾客所贡献 至于近期Gtronic比较大的新闻 也就是他们的股东有个重大改变 App y Sources for Heart是购买了大约10%的拥有权 成为了公司第二大股东 而公司整体股东和观念层有了变化 是件好事吗? 那么暂时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根据一些平台上面的一些留言 是指出了Gtronic的CEO 是说明了将在2020年投放大约50个M令吉 在Capital Expenditure资本支出 过往也只不过在大约20-30个M左右 以Gtronic这家公司作用超过200个M现金 还有说是几乎没有债务的公司来说 是件好事 因为就代表公司有意研发和持续开发产能 开发新产品 提高长期竞争能力 当然这些都需要时间来证明 是否可以为股东真正的带来实际的效益 但是无可厚非 有动作 好过没有动作啦 那么Gtronic目前的PE是在大约36倍左右 好吧 讲到这4间公司就让我们做一个总结 整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也就是Inari和Gtronic 虽然说收入会因为大环境的需求有所波动 但是他们的盈利率在4家公司当中是偏高的 而这是一个很好的互承核 而他们有个共同现象 也就是主要都是有主要的一两个客户 来贡献大部分的收入 你可以讲它是个好事 也可以讲它是个坏事 好事也就是他们的产品已经受到客户的青睐 并不需要给予太多的优惠 当然反之有过于集中的风险 至于MPI和UNISAM 个人看法也就是整体盈利表现就得看收入的表现 而收入的表现就得依赖整体半导体的需求 如果你觉得半导体需求接下来是强劲的 这些公司都会收回的 而根据这4家公司 我们可以推断整体All-Star的PE 应该是在大约35到45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指标 分享了这4家公司 我很好奇 Among这4家公司 哪一家最受你青睐 哪一家是你会投资的一家公司 欢迎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 那么这边就做个小小的预告 既然我们讲了All-Star 下一期视频 我就会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 All-Star的下一个抢业链 也就是ATE 那么什么是ATE 也就是制造机器 然后卖给All-Star的公司 不想要错过下一个系列 就必须要留下我的频道哦 不管怎么样 筹字区谨慎 独立思考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